這邊我們針對凹面鏡再加以討論 這裡我們有個凹面鏡 我們來考慮把我們的物體放在焦點以內 焦點上面和焦點的外圍 來看它成像的性質 做法一樣都是要同學們要自己練習畫這個 光的行徑的路線 從光的行徑路線我們要遵守的在鏡子而言的話就是要 反射角等於入射角這條性質 那麼你可以決定在 物體放在焦點以內在這個球面鏡的話 它會成像在這個地方 成像這個地方 如果放在焦點上面的話我們會發現 經過反射之後的光線會是 平行光 Parallel Race 所以它就不再會成像 成像的位置會在無窮遠處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裡往外頭移 移到的焦點就是這個情況 再從焦點往外頭移出去就是這個情況 移到這個地方來 一樣我們把這些線畫一畫 你就會發現 會成像在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的I呢就是從 近 心 算到這個成像的位置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像距 我們的物距 P在這個地方 焦距 是F到這裡的距離 所以我們三個量 這三個量我們可以證明了任何 凹面鏡 都要滿足這個 高斯公式 P代表物距 I代表像距 F代表焦距 P分之一加I分之一等於F分之一 這條公式 OK 那這條公式如果 告訴你I 告訴你F 你就會算 告訴你P跟F的話 你就會算像會成立 在哪個地方 OK 那你把這個公式稍微處理一下 你可以寫成這個方式 P-F除以 F乘P 假如我們的I可以寫成這樣 這個 I分之一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I就等於這個倒過去 就可以 很快算出來 對於這個 例子而言的話 當物體放在 焦距外圍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它所成的像 會在 近前成立 成立這個像 這樣 這個像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跟原來的像 是 這個 倒立的 所以它的放大率 這個 m呢 是等於 負的1.5 負的代表它是倒立的 跟 跟像的方向是相反的 負的代表這個意思 絕對就代表它的放大的 比例 這個是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見 那麼當然 我們 也可以看到 這邊的 P呢是正的 I呢 我們知道這個I 也是正的 因為它在近前 在近前 就是正的 成像在近前 表示 這個像是 實像 因為光會在這個地方 會達到這個地方 光會達到的地方 就是實像 實像 我們給它正的I 如果是像這個 是虛像 虛像我們給它負的 負的I 負的 負的像句 所以我們的原則就是 虛像 就是負的 那麼我們 要 對 近值的放大率而言 我們所使用的公式呢 是 負的 I除以P 我們用的放大率是這個 所以對於剛剛這個 例子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I是正的 所以這個是 負的 I除以 P I是正的 P也是正的 所以 整個放大率是負的 負的 當然就 對應到我們這邊所講的 是一個 倒立的 但是是一個實像 對於 對於 反射鏡而言的話 放大率是負的 表示像是一個實像 好 所以就是這句話 real image form on the side of a mirror where the object is and the virtual image form on the opposite side 會在 物體同一側 成的像 都是實像 在跟物體 反 相反方向 所成的像 都是虛像 這兩個是一個 很好的對比 這是實像 跟物同像 這個 跟物反向 在鏡子的 兩側 另外一側 那麼就是虛像 OK 虛像的I 是負的 實像的I 是正的 這個是關於 這個 concave mirror 奧面鏡的成像 這邊有個高斯式 高斯公式 同學們要 記起來 常常會要用到